HELLO 大家好 我是葉東烈 今天要講的動漫是 我推的孩子 這次要來探討一下第九集的劇情 想不到一轉移之間就只剩下兩集可以看的 第二季預計還要等到明年才能播出 這樣真的會讓人等得非常煎熬啊 繼續上一集阿虎亞拉攏 Mancho加入比小景的場景 這裡不得不再次稱讚 上一集的結尾真的斷得非常好 再加上有了Mancho那一幕對偶像職業憧憬的精美特寫 讓他這個角色又更加給人印象深刻 而這集前面部分的劇情都是著重在他的身上 Mancho在被阿虎亞帶進他們的事務所後 可以明顯看出他已經沒了之前那活潑可愛的模樣 反而是變得一副心事重重 有些慌張的模樣 這裡聖優將角色當下緊張的心境詮釋得相當好 說出來的話跟之前他那種撒嬌的語氣區別超級大 所有的劇情就是他這個角色最大的爆點 敏銳的美名子媽媽一眼就看出了Mancho在擔心什麼事情 他察覺出了Mancho為了在世界上保持自己JK的形象 所以又刻意的隱瞞自己實際年齡 本來他以為可能只有大個幾歲而已 誰知道當他說出真實的實際年齡時 美名子媽媽直接整個僵住了這個嚇到的表情真的太可愛了 原來Mancho的實際年齡居然是25歲 聽到這個事實就連平常沉默寡人的阿葵亞 都做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反應 我當下看到這一幕直接快要笑死 後來Mancho微微到來他20歲前的經歷 原本的他出於對心野愛的憧憬是真的有想要去當一個偶像的 這點就連他的母親也都非常支持他 而且他也確實有能夠成為偶像的前職 甚至還在試鏡選拔中一路過關斬將 但誰知道在這過程中身為家裡經濟蜘蛛的母親居然病倒了 而Mancho底下又還有兩個弟弟需要照顧 迫於心事他只能放棄了這個夢想出外打工賺錢 來照顧他那個母親和弟弟 等到一切都打理好了後 他才發覺自己已經23歲了 不是能夠當偶像的年紀 但他卻又懷抱著想要被眾人愛戴的憧憬 於是他便決定將這份動力寄托在成為YouTuber這件事情上 並且依然決定使用JK的身份下去充當自己的人設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Mancho對成為偶像這件事情依然極度嚮往 只是迫於年齡的關係 他只好轉換成另一種形式 來填補之前沒能成為偶像的那種缺失感 所幸他有著出色的外型和嬌小的身軀 以至於讓人完全看不出來他已經不是女高中生了 甚至他有著一流的口才和幽默風趣的個性 所以在成為YouTuber這條路上是走得相當順暢 短時間就積累了大量的粉絲 但卻也因為過於順遂的關係 導致自己隱瞞年齡的事情無法再向眾人坦白 嬰兒只能秘密維持JK的形象繼續走下去 話說Mancho以前跟加奈怎麼長得這麼像 其實看回之前的一些劇情裡你們就可以發現 作者早就在對話裡頭暗藏了Mancho隱瞞年齡的事情 例如當Aquia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時 Mancho一秒就猜到了Aquia所說的是新野愛 這個猜測就連Aquia都感到十分驚訝 他居然能夠這麼熟悉新野愛這個人物的特質 比起新野愛是已經驅逝很久的偶像明星了 基本上就不符合他們這個年齡層會推的偶像 更別說會去了解他這名偶像的本身 所以Mancho這個回答間接暗示了 他跟赤穎和細雪他們不屬於同一個年齡層的孩子 另外Mancho擁有十分敏銳的觀察能力 透過赤穎在颱風天準備出門的這一則訊息 他立即就查覺出了不對勁 從而馬上告知大家他的情況 那Aquia來得及救了赤穎一條命 隨後在Aquia準備策劃平息赤穎岩上風波的計劃時 Mancho也是很快的就洞悉出了他整個意圖 並積極的參與到了整個計劃中 這種靈緬的觀察能力一看就知道 是經歷了許多生活經驗和情感磨練所培養出來的 完全不像是一名高中生所具備的 就好像Aquia這種外表看似高中生 心智年齡卻是完全不符合實際年齡的人一樣 畢竟人家是帶著前世紀轉生過來的嘛 不過最明顯的暗示就是Aquia在向Ruby介紹限戀裡的人物 並在講解到Mancho的時候他人物資料上 年齡方面18歲的旁邊寫了個大大的問號 相信大部分觀眾都有注意到這個細節 畢竟動畫實在寫得太明顯了 不得不說Mancho這個角色的設定真的非常有趣 但他的經歷卻投入出了一些現實的辛酸 這辛酸的一面展現出了人生的不完美和困境 也讓觀眾意識到了夢想的實現並非那麼順利 常常需要面對各種障礙和阻力 不過Mancho還是非常幸運的 起碼在Aquia的幫助下他能夠再次獲得實現夢想的機會 而且還遇到了非常好的經濟公司和夥伴們 期待他之後的劇情能掀起不一樣的高度 而這一集最引人注目的角色那絕對就是加奈了 後半段整個劇情幾乎都是他的戲份 一開場就滿滿的敗權威 他的自我認知真的相當令人覺得心疼 本就處於事業低谷的他好不容易對成為偶像有了一絲憧憬 卻又因為感情因素而遭受挫折與打擊 讓自己再次失去了動力 無法向露比和Mancho那麼有活力 原明加奈是一個充滿才華和魅力的演員 卻因為這一連串的失敗 使得他更加自卑和沮喪 甚至讓他對自己所持有的能力感到之一 因而產生了自我價值的迷失感 認為自己不再是粉絲心目中所喜愛的演員了 所以他失去了曾經擁有的自信和自豪感 而感情上的挫折更加具了他這種想法 其實某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正在拿加奈和赤穎進行比較 就連劇中加奈自己也有想要與赤穎一較高下的想法 這點後續的劇情會更加的明顯表示出來 只是他目前的處境不管是事業或是感情方面 雙雙都輸給了赤穎 所以他才會產生這種負面的想法 不得不說赤板老子他真會破壞加奈 但好在加奈本身是動畫組的親女兒 漫畫中露比所提到的加奈所唱的歌曲 都僅僅只有一小個畫面而已 結果到的動畫不只大大給他原創了許多戲份 甚至還左手給他製作了一首MV 而且還是站了好幾分鐘那種 NVIDIA的作畫也明顯高出其他畫面一個級別 整體色調也看起來相當柔美和舒服 你要說製作組沒有偏心加奈 這個我是不信的 另外聽說加奈的聲優潘惠美在適配加奈前 也曾說過自己唱歌不好聽可能會被整個刷下來 結果一聽到本人開場直接被整個震撼到 這居然叫做不會唱歌 果然潘惠美老師跟加奈本人一樣謙虛 難怪會這麼貼合加奈這個人物 估計這個禮拜的加奈股又可以上升了不少 不只戲裡就連戲外觀眾也在幫加奈和吃飲兩人比較人氣 這也是跟我推的孩子這部作品相關一大有趣的看點呢 不知道這兩人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大家知道吧 今天就講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按個訂閱別人追蹤我IG以及FB 我是CNNN我們下次再見